威尼斯双年展5月登场 台湾雕塑艺术家施力人的金属作品金刚犀牛 经全球艺术事务基金会推荐 将在威尼斯的绿园城堡区展出 是首位在官方公共花园展出的华人艺术家 施力人表示金刚犀牛历时700个工作天创作 长9公尺重达3吨以上 以数百片不锈钢板手工打造 引于人类进化的过程 相信作品的特殊性能在威尼斯当地引发讨论 坐在犀牛背上比出帅气手势 他就是有犀牛老爹外号的台湾艺术家施力人 最近他的金刚犀牛系列作品 受到全球艺术事务基金会推荐 将在威尼斯双年展当中的绿园城堡区展出 是首位在官方公共花园展出的华人艺术家 因为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也是威尼斯重要的一个公共项目 就是因为它的景点 它的沿海岸线是威尼斯的主走线 主走线的公共景观 除了双年展的主办单位 它的策展单位要评衔以外 还要经过威尼斯政府的评审 艺术家指出金刚犀牛全世界只有三件 分别在台北新医区 北京和上海 每件历时700个工作天创作 长9公尺重达3吨以上 这次作品从北京拆解 空运到威尼斯在组装 要在绿园城堡区展出 而另外40件犀牛作品 要在本伯宫展出 要来探讨生态地球保育 金刚犀牛在蟹岛上面 它是公共景观 然后两个 本伯宫有两个宫 一个宫 那个是表现一个批判 就是批判人类的这个产人 贪得无厌 然后对犀牛的惨害 然后墙壁会有一个 一个犀牛脚也是红色的 然后贴满了各国的钱 那个钱是什么钱 中国钱 灰冰情 越南钱 那个就是有辉华买卖 黑色交易的这些国家的钱 他表示 持续犀牛主题创作长达十多年 希望透过犀牛作品的演化 表达对生态环境的关心 而这一次有幸战上威尼斯 终于有机会向全世界证明 台湾的生态意识症逐渐觉醒 藉由李金阳台中采访报道